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加入两位临时的议员 赵晴跟赵一欢 请咱们进来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各位导师好 我是演员赵一欢 非常开心来到这儿 然后跟大家成为同学 我会好好加油的 谢谢 大众给我的标签多了 宅男女神 校园剧女神 初代网红 不同的路上 就有不同的表情 我来无限超越班 其实是想让大家看到 我可以不止那样 大家好 我叫赵晴 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合套 然后很高兴认识大家 希望可以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刚接到说可以了 现在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很兴奋 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和同学 就相信我自己能做好 就加油 努力就完事了 首先欢迎两位新议员的到来 接下来的考核将更加激烈 当然也有有趣的挑战 我们节目的冠名品牌 优脆有机奶粉 也为你们二位准备好了 祝福的礼物 优脆有机奶粉 送给你们的 谢谢林大老师 优脆有机 无限超越 优脆有机奶粉 一直致力于让小宝宝 先吃上有机食品 新鲜生牛乳一次成粉 添加小分子蛋白和18倍 双重益生菌 多重营养好吸收 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而无限超越班 致力于让每一位 无限议员先得到 诚挚指导和建议 让无限议员更好地成长 加油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挑战 在等着大家 你坐 本季无限超越班引入了 市场维度评价体系 对接真实骗约资源 这意思应该可能有 真的合约 这是帮你们自己认知 自己在那个市场上的 优势和劣势的 就今天请来了 三位分别代表电影 电视剧资深影视制片人 他们是 现任一统制片 总制片人 前成员 优酷优向工作室 总经理周兆中 北京烈火影视有限公司 董事长 CEO 李行健 你们来之前呢 几位制片人 已经对你们做了 市场的评估了 大家可以多提问 多交流 听到名字的议员 进入那个会议室 接受这个评级的结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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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超 你们这些认识 对啊 我们四年认识四年 我们很早上就合作过 也就是老朋友了 因为我们最开始都是在国风圈嘛 然后就是也有一起搭档过 这次他来无限超约班 提前就问我一些 该注意的地方呀 虽然我也没有很有经验 好 有请第一组的演员金沙 高海宁 徐瓦韩 李飞尔 啊 谁叫我 四个女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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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请进 请坐 请坐 老师好 老师好 好 大家好 欢迎各位演员 我们三位制片人 这次是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 希望 听到你们一次说出 你们自己的一个市场定级 就是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主要是分了三档 那么第一档呢 就是进入第一梯队的演员 市场价值很高 能够接到戏的主角 甚至是S级的剧集的主角 第二梯队呢 是这位演员你有潜力 能接演一些戏的重要角色 可能也有些腰部戏的这个主要角色 那么第三档呢 直白说吧 就是你可能还需要继续努力 可能随时会被淘汰 那没有梯队的怎么办 就我也没有进到梯队里面 我是一个还在排队的状态 你两天不是有在排吗 我是在戏里面排队 那谁敢说自己是第一梯队的 他呀 我不敢 这个演员哪有主动权 没有啊 很被动啊 对啊 那你们认为自己的市场定级 应该是在哪个梯队 你自己对自己内心的一个评判 请喊您 因为我不确定 你们市场定级的准则是什么 比如说是看演技啊 看人气啊 或者是看热度啊 就有很多不同的准则 所以我不太清楚 是这样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市场定级的一个标准 肯定首先是你的这个市场号召力 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对市场的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作品 将来在市场上的 未来的一个发行的情况 第二个呢 其实是发展的潜力 就是你未来 能塑造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当然也包括你们的形象 符不符合我们 准备要筹备的项目 电影也好 剧也好的 跟他的角色的贴合度有多高 这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标准 综合来说就是整体的业务能力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大概2到2.5左右的位置吧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还有上升空间 嗯 嗯 我感觉我自己应该在第三梯队 因为我年龄已经40加 所以来找我的角色是小生小花的年轻早逝的妈妈 就是是这种类型的比较多 也是确实因为年龄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梯队 我其实很困惑 因为我很久没有拍戏了 因为我知道现在平台选演员 是看平台的流量数据去选 平台一拉数据 李飞在我这平台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可能直接被拔死了 也是我觉得 因为如果在我的心里 我永远是女主 但是这个东西说出来像开玩笑抬杠的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市场定级 我觉得我没有级 很可悲 其实我是在想作品的更新程度和数量 就是更新数看的话 我觉得应该我再往二走吧 好 那行 那大家都已经对自己的 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评价 那现在呢 请看看我们对你们的一个市场定级 咱们看一下这个 2到2.5左右的位置吧 2到2.5左右的位置吧 我自己应该在第三梯队 我可能没有急 我再往2走吧 这是我们三位对大家的评级 我看若涵会比你预期的会高 是吧 差不多 是真实 若涵确实第一集 虚涵 我们看到 你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几部作品 包括有电影也有剧集 特别是说你去年的《夏花》 年底的陈毅山 每部戏都在进步 让大家看到了惊喜感 这才是我们愿意给你放到这个第一档的原因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海宁 如果海宁没有去年的这个西门女王 她会在第二梯队吗 好刺激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 你让别人看到了 所以对 就是最后都是拿作品说话 对 当然我其实很不喜欢这种分歧 抱歉 因为我们站的角度不同 我觉得非常不公平 就是那一定是演主角的一定是在第一梯队 或者什么叫头部演员之类的 那如果都是头部 那要谁来呢 脖子谁来 脚脖子谁来 但是配角就很难叫做头部演员 但是就是最后一个你很没有办法 我们不服市场 我们也得尊重它 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 对 市场是很残酷的 很残酷 对 但首先一个还是得做好自己的储备 对 机电 然后如果有一个合适的机会以后 那当然 就会很快的就能够给大众所知道 我有问题想问 因为现在就很多人会跟我讲说 你应该要做一下数据维护了 就譬如说某一个平台 你需要让它的评论 维持在大概多少个数字 所以那这个是我要做的吗 就是我要为了 这个 大家想一想 十年前有没有这种东西的 没有的 对 对 那你说介绍什么 是这个命运 有运气的 所以我认为呢 根本不需要管你们 很多所谓的那些 他们叫白马项目 大IP 大演员 大编剧 大导演 出来垮的很多的 你看电影里面 垮的大片很多的 数据这个问题 我觉得作为演员 不用太考虑 因为这个可能是从 这个项目拍完以后 要上映之前 投资方 制片方 他们会做一些 这种宣传的动作 什么的 这些会帮助你们 去提升这个市场的影响 这个号召力 这些是可能是 我们去做的一些工作 可能跟演员没有太大管 就专注 专注在这个 对 演好自己的戏 这个消息倒是不错的 对 但是真的是不会说 我去看看他的微博 我看看他哪里 这个没有人关注我 会这样吗 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会看 但是实话实说 我不会看你的那些评论 因为我也知道 很多虚假的东西 我的频道都是真的 对 但是我会看你 发的照片 还有你的那些片段 我们更多的会去 考虑这个演员的状态 考虑他的专业性 角色之外呢 部剧这一块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 硬性要求 就刚刚大家讲了一堆 我都也听懂了 我们要专注专业 少考虑市场那些东西 可以 我就想问一句 像我很久没拍戏了 我把自己 誉为表演技的新人 大家还把我排到第三位 其实我还挺开心的 我以为我可能就是 民族没有了 所以我想知道 像我这样的演员 无论演技好也不好 但是我们都有梦想 这样的人 如何被你们看到 导演也好 制片也好 平台也好 认可说我这角色 可以给你 我该怎么突破这件事情 我今天就站到你面前说 你相信我 我真的可以演好 我撕破我自己 我怎么怎么样 我剪秃子 我都可以 没有用嘛 你现在还愿意实习吗 我愿意啊 那你现在递不递简历吗 还会不会去 简历应该是经纪人还会递 我自己没有递过 对 我自己没有递过 我们作为演员 但是其实我们对 实习环境也有要求 我之前也遇到过 就趴学我一篇纸 好 来一个不知道什么人 赚来 好吧 来吧 他没有面目表情 没有动作 站在跟我对心 你所有人看着我 我很慌张 我很慌张 很高 我就想问 如果说 就是有一个演员 但是他不是很合适我们 我不需要浪费 我的这个男演员 或者说我这个女演员 去跟我一个不想要的演员 去在那里浪费时间 一本正经试戏 会有这种情况吗 对 就是如果是 我们不感兴趣的演员 我们肯定就不会 对他发出这个试戏的邀约 如果我们发出这个邀约 我们一定是会认真对待 他的表演的 这个是制片人 也包括我们的团队 是得有一个这样的认知标准 可是菲儿 你相信 同在一个世系的糟糕的状况下 有人会试上去吗 我相信 对 所以你要做那个 能试上去的人 对 因为我们要求不了别人 我们改变不了别人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就我真的是觉得 有很多导演不敢用心 他们就是用一些炙手可热的 或者说你演过去 对 我对你有信任 我看到过 他们并不敢去尝试说 我没见过你 虽然你都合适都好 但我没有 我不笃定这件事情 市场认你吗 数据认你吗 你有家吗 在市场 就像这个评级一样 有吗 他会害怕 那这些新人是怎么冒出来的 有时候我真的特别想说不好意思 是人家自己要冒出来 并不是谁真的要打造他 好 第二组了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有请下一组的演员 王强 许君冲 纪宁 陈宁 燕许佳 还有张栋梁 是吧 走吧 到中国 走 欢迎 你好 请坐 随便坐 我们看一下我们对各位的一个评价 看一下这个 我不知道王强 你看完以后 我心跳加速了 哈哈哈 因为其实也是从你以往的电影作品 包括咱刚合作过的剧 就觉得你的确实可图性很强 然后我也有那个问题问几位吗 嗯好 我是特别想演古装的 然后我特别好奇 你们是怎么一眼去看出 他适不适合呢 是更看重他的眉眼吗 还是他的鼻子骨头之类的 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最开始肯定是看的你的精气神 对对 哦 精气神 但是觉得你跟这个角色还挺贴的情况下 那肯定下一轮就必须是带装实戏 我曾经跟我的经纪人说过 我说你要不去联系一个美术或者造型团队 让我去办一下看看吧 这横店景区有啊 我明天带你去 哈哈哈哈 你应该去找景超嘛 他就会弄这种国风少年 是吧他 啊 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尝试古装题材的话呢 其实你不一定非得往 特别头部流量的那些项目去考虑 因为平台它有一些数据的考量 但他们说不是特别头部的项目 很多时候出来的那个质感 不是很多就是导演会说 他们像cosplay吗 因为有些成本不高的剧 其实也很容易能拖人 比如说我以前做过那个 有一个剧叫《玉次小五座》 一个一个古标探案网剧 当时被笑称叫三无剧 什么没流量没宣传什么没什么 但是最后播的非常好的一个 就爆了是吗 对那个剧就爆了 所以那几个演员就一下就出来了 所以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些剧集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问一下啊 就是现在很多的剧就是 你会看到很多熟悉的脸 如果不是拥有现在市面上 那么有流量的一批演员 但同时也是合适的 作为有适配度的演员 他怎么去散发自己的特质 会让你们去平衡 就说行我可以为了你 愿意放弃这一点流量 我可以尝试用 我觉得只有一个那个 不要直接片酬 片酬对 你要争取那些角色 你要剪片酬 你给我们的诚意 那我们就会去跟公司争取说 王强特别适合这个角色 他都愿意剪片酬 那我们能不能这个系 不要这么太参考市场流量 咱来合作 在你还没有很有名的时候 制片酬是可以麻烈你的 不是王强 你为什么 你一定要执着于这个古装戏 你是羡慕那些演古偶的 然后就粉丝量特别大吗 不是不是这个原因 是真的想尝试一次古装 如果真的不合适 我就退出了 你知道你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一个有电影质感的 对 要不然儿导会找你吗 就是很多人想追求这个是没有的 你真的非常适合打荫幕的 他上来可以给人一种 很有电影质感的感觉 你好好演你电影吧 别执着在古装了 真的是 真的是 好 很兴趣 我觉得我内心怕了 你有点怂了 其实是这样子 我的一些知名度流量 还有观众缘不是那么好 然后可能还会一些争议 这个会影响到制片人 就是制片方去选他的时候 会觉得会有风险吗 你只要不违法不违纪 不违反这个道德伦理 别上升到你让我过不了 然后需要给你换头 那可能就是之前没遇到你们 对那个是给年轻人八卦用的 跟行业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这个困扰 就让我可能五年都是在这个状 你是想说 其实是因为这些 愚情 然后你被拒绝过 是 因为是 这些愚情会让 就是平台方 会觉得说 就是因为有些制片人 可能就是 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借口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是想说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你实力不够 现在找你的戏多吗 嗯 老实说比较少 有可能是演员定位的问题 因为大家看到他第一眼 可能就把他定在一个位置 帅哥呀 名模呀 谁找你演二愣子 但是他是真愣啊 他气质里面有种愣的东西 可以先自己杀下心来演一些小成本的 就是让大家多看见你呀 对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 徐佳 你这样形象的男生 其实还蛮多的 虽然这篇人讲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说你这样形象漂亮的男孩多得很 但是有种气质叫别人没有 就不有 一点都不有 就这个东西对一个艺人来说 他的敏感度在 就如果有一天你说我拿捏了 哦 好了 差不多了 那就差不多了 到头了 我观察到他呢 其实他很友善 很礼貌 但其实我看不透他 所以他在演的戏 可能就可以很大反差 我一直看他眼睛 其实我不太知道他 你想什么说 可能里面很阳光 可能里面哇 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动演戏非常有帮助 就可能可以演一些比较阴安的角色 也可以演一些很阳光的 我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 他愿意尝试各位多给他机会 那你觉得我跟静姐可以演情侣吗 咱就看只要合适的剧本角色 静姐跟您愿意我就没问题是吧 我不会演出那种上头条的那种 太吓人了 哎呀这个宝宝太有趣了 你看然后大聪也是一样的 你的戏路应该会很宽 感谢老师的 他可能真的就缺了一部属于他的男主角 就商量一下可能把今天把你掌心 让我们仨不跑久了挺好 你看看都给你愿意当机 不要骄傲啊 然后你们三位就是要做好沉淀 只要有机会就抓住这个机会 把这个角色塑造好 动量 多西发展的话很难把每一个事情都做得很好 我想问你到底现在哪条路你想走 你说演员跟歌手 对啊 当然都想走啊 说到你两个你都想要 这个其实真的很难 你的未来艺术生命怎么走 你真的得要做一个明确的决定才行 我想给你个建议啊 就是你想做的事情是两个职业 但你必须得把一个职业先做到特别精 对吧 就比如说你是你唱成了陈奕迅 你去演电影是有人会为你买单回去看的 或者你演戏演得跟刘德华一样 你再去唱歌也会有人能接纳 加油去吧 明天见 谢谢大家 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们 好有请第三组演员呢 何洛洛向左李明德 景超 张瑞 朱子霄 来吧 请坐请坐请坐 请坐 你们好你们好 这边坐 你们好你们好 欢迎各位 现在是揭晓谜底的时刻 就是我们对大家的这个评判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 接下来进入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的 优脆有机奶粉 未来无限超越时刻 没有第一梯队 妈呀第一梯队没安人啊 我认可呀 这是在我的预计当中的 这几年并没有让他看到 张瑞 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一直觉得你有偶像包袱挺重 张瑞 其实以爱你也跟我聊过嘛 但是为什么后面我们一直很纠结 没有合作 就是因为觉得你演戏 其实跟你从《星环珠》 到后面我们《长风度》 感觉的那个状态都是一样的 因为跟你的生活中太像 他就是像《穷瑶》小说里面的人 对对对对 就没有那么的放松 就是你要从生活中训练 你内心的松弛 就是解放天性嘛 好 记住了 记住了 你就在这一次录节目的时候 你就多选一些 多尝试一下 多尝试一下 就离你远的角色了 所以我是希望让演员这次都知道 未来可能今年的 或者明年 就是其实对竞争非常大 我觉得竞争在这张桌上 就已经出现了 何乐乐 景超 李明德 他们三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型的 对对 那怎么办 实话实说 其实我记不住你们三个人 你们走的那个路线都太像了 我们这个市场 其实特别缺年轻有张力的人 就是有男人味的人 我有一个类型剧 我就一直都脑子里在想 他的年龄 这个年龄段能有谁能有谁 真的想不到 现在从爱豆一出来之后 大家穿衣风格 包括你看连发型都一样 发型都很像 对 但这个也好难 那你说他们本来就是 像个阳光男孩 那不像怎么办呢 面一点 真的得思考一下自己的特色 到底在哪里 其实你根本 他上次录的时候 他演了一个差距非常大的一个形象 他演的挺好的 他们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我觉得没必要给自己挑挑框框 真的 所以就像好来老师说的这个 我觉得你们仨真的得有自己的个性 得有自己更张扬的那一点出来 其实李明德前面演了不少校园剧的角色 包括咱这个刚合作完明龙是吧 他其实就能把精感障碍跟有一点变态的感觉 其实全身特别好 我觉得跟你之前演的角色都不大一样 后面选戏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多看看怎么一点点一点点的 来突破自己原来的角色的障碍 也得多尝试 这个节目的存在性 这个节目真的有必要继续存在 因为给给给 就是差一口气的一个演员机会的 真的这个节目太牛了 OK 好 那下一个咱们跟子肖再交流一下 我特别要问一个关心问题 朱子肖 你在选择去直播之前 你是完全没有人找你拍戏了吗 完全 哦 你是无奈去搞的直播 无奈去搞的直播 不是像我这种是主动的 不是 你是爱玩你知道吗 一想你那么多的形象 就已经出现了职业演员的 你塑造的角色 他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哦 你是被抛弃了 还混不下去了已经是吧 你多久没有人找你拍戏了 那可久了 很久了 多久 至少得小一年了 哎呀 我的天 我以为是十年之久 对啊 是因为我在之前 是从来没有断过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很恐慌 然后我的所有的是还不上 就是钱是补不上了 什么钱补不上 我的房贷 我的车贷 我要活下去啊 对 我去哪儿去赚那些钱呢 哇 你听过张宋文的故事吗 他一直就没有任何房子 他怎么办了 他也没有去主播呀 我没办法 我买了房子 这既定情况是已经买了 可是不到一年呢 我都有整年没有人找我工作的时候 这怎么了呢 那不行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恐慌 OK 我能理解和接受吧 这样一个理由 这第一期节目不已经放了吗 就是你知道我有看到评论 就说怎么了 是直播这个钱赚的差不多了 然后又要回来做演员了 我是特别不喜欢这样的 就是我们做演员真的不是那么好回来的 就是我其实说实话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一辈子这么短 我为什么一定要规定 我一定只能直播 或只能拍戏 我希望我这个人是快乐的 其实我对你第一期节目那个表现 确实是挺失望的 我没感觉到你进入那个角色 感觉是你好像离这个表演 已经有点远了 可能是被直播的这些精力牵扯的太多了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 在我认为 我觉得即兴表演 不能代表这个人的专业能力 它只能代表某一方面 我觉得我是个什么 我是个需要对手刺激我 我需要自己在当下的环境有对白 注意像你再说下去 你就会被骂上热搜了 我觉得非常不专业这句话 即兴表演是表演的一部分 天赋不一样 有种是天赋 有种是刻苦刻出来的 他非常执着 他在直播的时候非常执着 你能把你这个劲 用在表演上 你早成了 真的就这么简单 反正我认为 你如果是真的是 还喜欢这个职业 就是对这个职业的投入一定要大 要专注一些 尤其是我们从市场上考量 就是你直播做得非常好 但是那些数据 对我们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因为你毕竟在表演里头 你输到的是不同的角色 他们看的是你 你输到的角色 OK 向左 我觉得你 其实已经演了很多很多的戏 但是感觉上 就没有一个 特别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你应该把 合作的范围再开阔一些 再广一些 但是你身上的这个动作标签 是完全不用去摆脱它的 因为这是你最擅长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因为你现在要喊一个 特别有条件的人去练武术 那要很多年 比如说李连杰 李小龙 他们都做到了一个最顶端的一个 但是你现在已经就在那个周围 所以这个位置特别宝贵 所以在这个赛道上 其实你是在登山 其实我一直在爬 因为我还没想 还没做到我真正理想的 比如说我今天很铁定说 我一定是第一梯队的 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这很不容易 所以就继续往那山顶冲 希望是 感谢你 OK 好 那锦叉 其实我本人是不太去看重 在市场上 别人会给我什么标签 就我演一个作品 我更注重的是自己的感受 不好意思 你是更注重自己的感受 对吗 就是自己诠释这个人物 诠释的是否成功 只有自己知道 就是我想说为什么要去学习 我不认为说拍短剧一定就是不好 不如拍长剧 我只是从自身诠释角色的角度出发 所以我选择去学习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心路历程吧 就是我在二二年的时候接到了一个角色 叫聂星河 他是一个反派 我从来没有饰演过这样的角色 所以我对他特别的感兴趣想挑战一下自己 但我越来越了解这个人物 发现我真的不觉得他是一个反派 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可怜的小孩 我在剧组那阵最多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去看日落 想聂星河 他的人生应该也是这么孤单落寞的一个人独处吧 然后他可能看到太阳落山 他会内心有很多复杂的想法 前进在这个人物里头了 对 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入戏太神的事 就是我现实生活中看其他的一些演员 我也会莫名其妙带着一点点的恨意 就是非常对不起他们 但是就是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就是到那个程度 对了 其实表演因为很私密这个感觉 半年之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全片 我看到的时候我很崩溃 就是我明明就是那么 那么投入 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结果不是你所期许的 对 呈现出来的让我觉得 我完全没有把这个角色演好 我特别愧对这个角色 我跟你讲个事情 演戏 对于一个非常有感知的演员 触觉很发达的演员 都是一种消耗 都是一种内耗 你越好的演员 越内耗 越消耗 因为你就是用生命在演戏 你用你整个的细胞 调动全部在演戏 和你会一个技术是两个技术 它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一个好的演员 离神经病就是一线之差 你就在那个线上面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像我这样很容易进入情况的人 我一直在告诫我自己 不允许 不可以 我个人是比较鼓励 像警察之前会这么频繁的去接戏 因为会让大家不断的看到他新的状态 不断的让大家曝光 不断看到你的新的作品 不 因为你们都不是表演专业的 这个东西就像刚才静姐说 它太私密了 我们演员没有工具 我们的工具就是我们的身心灵 他拿什么 他是个小白 他现在能放下浮躁的心 好好去学习 哇塞 我们应该极力地鼓励他 而且这是年轻人的榜样 我当然知道 就是说 有机会你要多曝光 要不然人家把你忘记 我知道呀 但是那才能走多远呢 我觉得他能够把他已经得到那些东西放下 这简直太难了 但是有舍才有得呀 付出一到两年时间 你学了一身本事 你再出去 我觉得不会有人忘记他的 观众难道是鱼吗 七秒钟的记忆吗 不会的我觉得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就想问 就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 就我已经在带货了 就是抛开我说我想眼 就你们会找我吗 很直白来说就是 我们来找你肯定 也不会是一个男主的一个角色 就现阶段 我是你 我会找他们 不是他们找你 我曾经找过 一次过找三十个 都不理我 但是我没有放弃 就是你爱一个职业 跟爱一个人是一样的 你没有真的为他付出那么多 他也不会真的爱上你 嗯 真的 所以你就是在这个 这个节目里 然后让大家看见 你可以塑造不同的角色 完全不是你以前的样子 其实机会就会来 嗯 嗯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有请最后一组 王子威 赵琴 黄灵 赵玉 走吧 有请无限四小花旦 走吧 有请无限四小花旦 随你 老师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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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认为自己应该是在哪个梯队 我觉得人还是要自信 所以我给自己的是第一 因为我想向着第一梯队努力 OK 我没有概念 我是个歌手 但是我有些拍戏的经验 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个演员 紫威呢 因为我太久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可能 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定级来说 我给自己的定级可能会在三之后 我是觉得因为我很心 我有很多作品 可能有心拍到 但还没有和大家见过面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排队 准备进入到第三梯队的一个状态 咱们看一下这个大行物 是他 其他 其他 为什么会有其他 你骗得好惨 我被评为其他 我觉得我在其他 我震惊了 就是 就那两个字 我就确认了好久 我都像不认识了一样 我 其实在尽量绷着我的情绪 我不是一个喜欢 当别人面流泪的人 我看着他们三个人 我就觉得 很 无助 赵玉欢被评到其他 其实是我们几个制片人 其实 讨论最长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们要从市场端去评价一个演员 那么他进解的作品确实是成熟度不高 或者是这个口碑相对会弱一些 这个是我们从市场端对于大家的一个基础判断 对 所以可能会跟你们每个人的想法和判断是有一些差距的 所以其他的意思是我不配做演员吗 我们对你的一些了解和 您对我了解多少 你看过你的作品 比如 那几个作品都比较早期了 青春期 对 《笑话》《驾道之》《鸡皮笑话》 那很早期的 所以这个评级是因为我的出生的这个DNA 没有 因为跟出生没关系 就是我们可能这两年 我们能接触到你的 就更多可能是从国综艺 知道你可能还在 但是就是表演上 包括因为作品上 可能我们看到的比较少 说到这个以前演网大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演员 我的出生是演网大 还是一下演张一谋导演 或者像耳东升导演的戏 谁不想 我也想 但是我的机会就在那儿 他就是个网大 我尽我所能都把他演火了 但是这可能跟我的表演没关系 天时地利人和 我不能说我多优秀 那因为这个火了 然后就是因为网大的起点 跟电影的质感不一样 我就该评到其他吗 我觉得再次也不至于其他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 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没有看到我 是因为我在我自己 所谓流量最高峰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了 我觉得我不能再被消费 今天来老板说 啊我们投钱 然后咱们俩演一个什么什么 那个女人公敌 然后那个我演男一女女 咱们演那个网大 然后就这样 明天他想跟我演一个 我觉得这样不行 我想和专业的人合作 所以我就离开了那个公司 我认可就接从龙套开始 从怎么样开始 我是选择从流量到下面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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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实习去这样演 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我想当演员 所以不至于被 因为看不到 然后我就不是专业演员了 那我可以在那个上面 就这样滚着 那就混流量呗 然后也有资源也有戏 但是我不想这样做 我自己内心不平衡 然后我做这样的决定 难道 当演员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你已经很坚强了 制片人在这儿 他也不是说了算了 他能不面对投资方面 对平台吗 你要看碰到谁了 对不对 你以为耳中生今天说 我拍什么戏 我用哪个演员我就能用啊 现状就是这样 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上来说 你要进到做我们三个戏里面 可能真的就得从配角开始演 女演员是特别准的 在现在市场环境下 咱们各种各样 工作出身的演员都有 我只是觉得演员这个行业吧 我不是说我不容易 是我们每个人 都在等着被选择 每一个人 所以我今天能接受这个 因为我自己 我是希望自己向阳生长的 但是我如果今天这个赵悦 换成别的人的名字 我会觉得很心疼 我不希望我们被分成怎么样 我们就是真的只是想 默默努力演戏 就这么简单 真的就这么简单 就这个让我也挺意外的 然后也挺伤感的 我觉得市场到底是什么 愿意发微博的 我们就认为他很红 我们愿意学点评论的 我们就觉得 你看他多红 那不都是虚假繁荣吗 就是真正的观众 和粉丝是两回事情 就是我们变成一个性循环 就每一个部门 都在绑架另外一个部门 就会造成自嗨 中女时代 其实慢慢会来 可能就是一个机会 也是希望说 通常这个节目 让大家能够多看到你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这些面 黄霖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是歌手出身 但现在也在演戏 你自己未来对自己的一个方向 是怎么考虑的 肯定是唱歌为主的 很清楚 我看了你那些作品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格特点 特别明显的一个人 就是可能会有很多 跟你的自身很相近的角色 你会很适合 下部戏又要找黄霖 要演了同样一个像繁花一样的 那个戏垮了之后 大家就说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你就这样吗 如果要垮 那也是我 我要去面对的 其实我觉得你身上 是有那种喜感的 就是喜剧题材也能够尝试 我可以的呀 而且你们找我拍戏 我可以唱 年底有个戏可以聊一下 对 你看看这么多邀约 是因为她没有框框 不是不是 现在人家姑娘 刚刚这么努力的做演员 然后把人家放在一个其他 然后现在大家说 黄霖我要找你有提供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 是因为他们没把我当演员 不是就是这样 因为你演了繁花吗 不是就这样吗 突然间有人知道你了 只是因为我那个戏火 并不是代表说 我的能力真的是有多多怎么样 所以就最终就是 还是就一定要靠作品说话 就打铁还需自真硬 这个是真的 嗯 我刚刚看你的资料 你是说想撕掉 宅男女神的标签 然后要尝试更多角色 拖矿细路 这个没问题 然后塑造有力量感的女性角色 你认为什么是力量感 从健身以来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 极限运动的人 所以我自己 基本上所有的极限运动 我就都会 你觉得我有力量感吗 我觉得你有力量感 我是个特别懒的人 从来不健身 但你的力量是内心 我们有肌肉六块腹肌 而产生内心的力量 这没有必然联系 嗯 回去以后 就私下里 一定真的好好 往内看看自己 好 那 子伟 先提问吧 对 我确实有问题要问 因为刚刚也说了 包括我之前面试的时候 也说了 其实演员被换掉 其实是对于大家 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我可能临近的事情 就是 今天刚好碰到了 把我换掉的那位老师 是严谓的李老师 我想问问您 就是为什么当初 已经把我定下来了 已经官宣了 还要把我换掉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这个原因 我好改 官宣了 官宣了 比如选那个人比你红 然后那个人片头比你类似 就是你认为是什么呢 子伟 你自己判断是因为什么 反正我没有认为是我的问题 当时我们进庄的时候 就是重新又聊了一次 就是演员的选曲 有一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我 对 你是因为 当时给你选的那个 是个反派 但是其实你的形象 跟徐玉玲的那个年龄感 其实感觉都有一点偏差 没关系 既然我们来了相见了 那就是我也 相见即是缘分 对 然后我觉得没关系 对 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可能你们没有我 就是我觉得你们亏了 来 算了 来 来 喝一杯 咖啡 我们这个 这个仇减了 对啊 减了啊 好了 减了 哥 赵晴 那你是怎么看待老板 对你这个减肥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是想说 就是关于我体重这个问题 首先是因为的确是 去年播那个作品 至少在外形上面 它肯定是差强人意的嘛 那你肯定是希望 以一个更好的萤幕形象出现的 这肯定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要求 然后我们老板呢 其实我也想替他澄清一下 就像我刚才说 我来有点像减肥搭子 然后大家会沟通 教授这个心得 对 会沟通一下 这个好用 这个不好用 就比如说之前 跟着那个热搜一起上的 还有那个糙米糊嘛 我特别想说 我试过了 大家不要试 大家千万不要去喝这个糙米糊 就像你这个脸型 我打击你一下 你减到七十五斤 他也不会瘦 你不会瘦 因为你就是肉脸 如果那个人找你 我不知道谁 就一定要你那个脸 不要那么圆 那就找另外那个就好了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那么奇怪 你找你是你这细眼的 行不行吧 至少子雷就好 自信一点 真的做回自己 真的很好 对 不要很瘦 你回去跟老板说 我觉得很好 你说老师们 说我这样很好 没事 没事 我跟他 对 我们下半年可能会开三个剧 就是三个不同类型的 然后一个古装摊案 一个仙侠 还有一个就是类型化的现眼 不是你们仨除了呗 这么这还一堆人呢 光跟他们四个说 他外边来十几个人呢 咱给他 给他撒出来 不是咱们这组门口 我这边马上要开 就是《乌杀3》 这个会在泰国拍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喜剧题材 大女主的一个 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然后也有科幻题材 然后剧的话有古装的 我们还有一个 也有科幻剧 就是今年我们这块的类型 特别多元和丰富 给机会了是吧 这一块的时候 所有人的集中精神在看 我期待 我期待 我会特别关注你在这个 节目里的表现 谢谢 谢谢 我这边的话可能是 古装戏比较多 今年可能也会做一些 这个有一个悬疑 还有一个偏现实的题材 但都不长 可能十几集 我们每年大概七八部戏吧 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各位师们 这个 这个屏幕看看啊 平级高的人也别骄傲 然后平级低的人也不气馁 这只代表暂时当下的一个状况 都有逆风翻盘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来公布一下第二阶段的规则啊 由于本阶段市场制片人的加入 也给我们带来了真实的片约 你们所拍的影视片段将作为给到制片人的实习片段 所以没有拿到角色的议员们 你们可能会失去被制片人看中的机会 也意味着将有淘汰坦生 幽脆有机无限超越 接下来进入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的 幽脆有机那一份 未来无限超越时刻 本阶段我们将开始第一个正式项目的考核 我们直接去片场 然后在那里公布实习的片段 竞争非常残酷 希望你们这次能够打起12分的精神来对待这次的比赛啊 好 大家加油 好的 好 哇 哇 这朋友是干啥的 哇 嗨 又见面了 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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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好 我们呢 这个阶段的正式项目呢 分为两个类型片 每个类型片呢 都会有三个世系的片段呈现 首先 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来 悬疑剧都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那么 给你们第一个正式的项目的考核 就是悬疑剧 喜欢 演悬疑剧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希望大家注意就是表演的层次 第一轮抢灯现在开始 什么 第一轮抢灯现在开始 第一轮抢灯现在开始 再顺一下 我再顺一秒 好 有点复杂 我们这个很复杂 来 OK 那我们按了啊 按吧 按吧 OK 再又来嘞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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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读命是原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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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姐先去了 哦 咱俩这个不是急得活 咱俩不要被这些影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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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早点早收工 对 反正你都排好了 有信心了就去 就不要一直拖 越拖越为信心 还是你有经验 但是别乱 别乱 来 放心 不会 别乱 你很喜欢到时候看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 你知道吗 有个感觉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懂 就是你不可能强行给他拗过来 然后去 但是感觉还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演技演技 就是要有控制 没有到出神入化 就是这个演技 所以不能太玩 他在演戏的时候 喜欢每一次都换一个道具 他好像觉得说到时候感受 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就有点感觉我控制不了 我想问你们排这个戏 是跟着那个剧本来排 还是有参考的片段去排呢 我们是有根据剧本来排 因为剧本其实很详细 他都扩号扩了你的动作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有在想说可以改吗 但是毕竟是演员要跟剧本走 所以我们就尽量跟着剧本上面的 一些台词去走 那至于语气各方面 其实就是个人感受了 就没有说参考任何人的演技 对 那么位置呢 走位调度有一点迁就 就是譬如说 他要甩我进去或干嘛 那些都有 是你们自己排的是吧 对有自己排 有自己排 那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是会坐在这里的 知道 我有点背了对吗 你没有背 他一直在背 继承我根本完全没有看到你的脸 整个戏 你怎么演 我不要管 我只想知道他在哪 你们只关注到你们自己的戏 前面你怎么 怎么样去摸他 怎么样去跟他调情 我完全看不到你的表现 你是怎么样一个渣男 我完全看不到 实在你有一些戏 我觉得你可以站起来 根本就跟他两个站起来演 周润发以前就很擅长一下 这种半调情的戏 他的走位很准的 我顺着说 你的声量没有 因为可能你也没有经验 如果像这种类型的表演 有点像主台剧的话 你声量要出来 你现在变得全部都尔语了 凭我有一个有手段 有能力 从无百计的律师 我刚刚也大部分你的词我听不到 其实我特别想说 这凌晨你上了快半年的台词科 你在上学吗 我们的生场一定是根据这个环境而来的呀 就是你不感受这个环境 你当然就觉得高海宁听见就好了 我们还坐在这里嘞 如果完全听不到台词 你没看我们都在翻 因为实在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太影响了 但我其实 因为我想像这个环境是一个餐厅 然后就是我跟他的这些话 可能都是 敲敲话是吧 就是可能我是这样想 如果你是真的是在有外面观众的话 人家不会给你那么多借口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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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整段表演里 金凌晨你是不自信的 在你们两个的对手戏里边 就是掌控力更强的一定是高海宁 就是我感觉不到你的能量在释放 所以两个人也没有搭建起来 真的有点粗糙 不细腻缺乏细节 所以就导致就两个人的人物都有一点表面 所以这个你要留意 因为后面还要很多比比赛的 嗯 那你去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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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哎呀 不够细腻呀 OK 我们是要挑三男三女吗 就从极格里面选 我们来研讨一下吧 嗯 嗯 我也觉得这个表演是不行 实在是应该难的去主导整个走位 这样就会好很多 如果他看过的话 朱依隆演的很好的 没有一点问题没有的 现在完全是高海宁带 吹他带自己走 但现在就是男生的表演 把高海宁拖下去了嘛 对没办法 不过吧 好了不好意思呢 消消失吧 消失 你绝对不过 高海宁寄临城组 考核未通过 高海宁寄临城组 考核未通过 高海宁寄临城组 考核未通过 他们俩都没有通过 哇他们也很厉害 都没通过 怎么会 怎么会没有通过 就是演的时候 会彩排的时候会用力了 就是有点两个 节奏不是很大 还有 你要注意 一定要演给导师看 所以你们的面相很重要 它不是个影视画 它是一个舞台剧 你所有的东西都得让老师看到 然后你的声音要大 所以你这次 你们排的时候要调整一下 要让老师看到 好 拜拜 加油 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们再走走词 黄银 赵晴 没有通过考核 还是未通过他们两个 也没有吗 都没通过 这么难的吗 是的 哎呀 没想到的是三组 一个演员也没有被留下 到这儿就 的确是有点慌了 就感觉整个这一轮 是不是有一点太严格了 压力有点大呀 唉 太刺激了 下一轮考核 准备开始抢登 快点开始了 没事没事没事 这不是个急活 开始 恭喜王强张瑞祖 获得考核机会 换到了 我们要去了 走吧 你没想过 就是因为你的关系 因为你太在乎他了 可能你前面还是要惨一点 我可能会多打两拳 就把我们两个都打到累 你也累 我也累那么紧 在那个程度 还要自己制造淋雨的效果 好好好 我们给他个一样子 好 断 鞋子干上 赢了 吃目不中 对不起 张瑞还是 其实我觉得 让我有点意外的 就是有突破 跟你本来的样子 跟你想表达的 包括上午聊的 有规矩的那种感觉 好多了 好戏 变化有点大 对 变化挺大的 其实 但是中间有几个地方 有点撑 再看到DNA那个 有些托没有用的 就是一听到反应的时候 那个节奏 收短一点的话 就令到整个息更流畅 张瑞给到一个 还挺不错的结果 如果一定在鸡蛋里面 跳骨头 你的口香糖 我就很出息 这就是 其他的我觉得 都还是非常有突破 那王强 你有两个地方 你再冲他喊了一句 我杀了他们全部人 你杀我呀 老雅 实际他一开始来给你 闷你脑袋 闷了好多圈 我感觉这个时候 应该这个 都有点错位了吧 就当然你不需要去 眼中扭曲 但我觉得 你看你那个牙齿的 那个红的血的感觉 应该是被打出了内伤 你在喊内伤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枪到的 我觉得 就有点太顺畅了 太有劲了就是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我认为你可以拿捏 这样的角色 完全没有问题 两位表现蛮好的 那我们要评分了 两位要 要先离开 回避一下 辛苦了 张瑞我是真的 你不提我的 什么印象里 还不是上午那个人 真的啊 还是有突破的 上午的时候好像 很温的一个人那种吧 温温而雅的 他的脸没有太大的特色 是大众脸 所以你可能会 对 但他今天出来 是一个对比跟上午 就是为人家演得还不错 对 他那天被那个吴振宇 扒拉一下也是还不错的 挺不错的 他挺有弹性的 两个都好 两个都好 就这一组我们是给他过了 是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过吧 这个组 绝对及格有余了 我这边 弟弟是主角 傅月军是主角 你是要抢王枪是不是 因为我这个角色 没几个人合适 谁有王枪呗 他的戏很好啊 对啊 蛮不错的 景超 景超也蛮变态的 反正 李明德也可以的 演过变态那种 我这样 那我要王枪 王枪想一眼古装啊他 那我不管 对 我要王枪 恭喜王枪成功获得角色 你获得角色了 我获得了吗 哇 哇 过了一个 我的妈呀 哇 恭喜小枪枪 天哪 不愧是我枪 目前男性角色剩余两个 女性角色剩余三个 下一轮讨合 准备开始抢灯 来了 拜托我们下一个强盗 带你带你一起吗 你来就好了 你觉得能拍吗 我们先把这个再顺一遍 然后我们就拍 快按吧 因为我跟你说一共是 几个名额 然后你如果不拍上 我怕后面咱俩没有 没有机会上去演 你刚来 你不懂 行你都知道 我都什么都不知道 好棒 三 二 一 开始 恭喜张洞洋 十二韩组 获得考课机会 真的吗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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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谢谢 这一场戏 我是一个很痴心的形象 寻求网友们的协助 找到离开我的若寒 然后到他的家里等他 你好吧 不错 不错 我觉得张洞良 我看的 就也是因为跟你那个本身 我对你的印象 有个反差 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他本身他那个样子 斯文 也那种纠缠的就是 确实有一点变态 其实你看你抓起来那个椅子 就像你抓了一个棍子一样 多方面的原因支持你 好变态 那若寒你刚进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你觉得这个人很恐惧 你只是躲避他而已 就是他怎么又来了 哎呦我不想跟你发生什么 我对这段表演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因为在表演当中有一个大忌 叫做表演情绪 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原动力 真的情绪出来 所以你就在表演情绪 曲若寒 我觉得你现在莫名其妙地知道了 你自己的优点 或者说有可能平时被夸得太多了 所以你现在可能知道某一种 看起来好的表演方式吧 所以就不交流了 就有好几处 你都在思考自己 他给你了对吧 他给你递讯息你不接 对我感觉我有点自己动作 因为我记得中间有一个位置 应该是在这儿的 那是我过去了 所以我刚才滋的一下 在分心 就不用有那些杂念 不用去在表演中思考 不需要 就是对手给我多大的能量 我就回馈给多大的能量 然后让两个人的 所有的表达流动起来 其实有一些表演没有后悔 就是你当下 如果你想了这些 你要继续演下去 因为这里面也不可能说 再来一次什么这些 对 他比你要坚定很多 对 我认为演技就有两种 一种是明星演法 一种是演员演法 香港以前的很多红星 都是采用明星演法 我敢说周润发 林青霞 很长时间都是用明星演法 大家都很接受 一点问题没有 认为他们演技很好 他们已经是明星嘛 可是到了某一个年龄 他们才会改用一个 演员演法 就是真的 真心从里面出来的那种演法 现在也是 演员演法的非常好的演员 刚才他们如果按明星演法 都对了 按演员演法 那当然可以跳出很多骨头来 所以这个是有难度 不过没关系 这个是一个小考嘛 不过这个你们当一个尝试吧 我们现在要开始 要看你们能不能及格了 那你们先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 谢谢老师 谢谢 你说的也对 他太有 太多人赞赏他了 我本来是想选他 演那个漫长的季节 但是我现在可能要挑回 没有被挑中的人啊 就我觉得其实你是对他 有更高的要求 你知道他会 我对所有人都是最高的要求 是对的 是对的 但是我倒没有看到 他们俩那么假 我是觉得真的已经 尤其是那个动量 他能坐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觉得很挺挺了不起的 我相信如果说 两位导演在指导的话 他们俩没有问题 就他的有是有基础的 两个人是有配合的 这么短的时间没有人指导 那你考任何学校 老是说马上演一个什么主题 没有时间跟你商量 那就是十个人十个人往下刷呀 谁会给时间呢 从我们那么小 十八十九岁考学 就已经面临这样的 就淘汰了呀 所以他这一组 我们给不给他过呢 我不给过 我觉得可以过 我觉得可以过 那我也 就够了 那够了 那至于选人的话 你就收回了吗 我收回了 对 我觉得如果 给张栋梁 因为我看他因为 你有变态的角色找他 真的他好变态啊 我觉得让他来挑战一下 有点意思 嗯 啊 我过了耶 哇 恭喜 牛牛 啥 给他 提招 提招 李 牌 ポiff 帅 快 已经是疲惫了 怎么感觉 因为刚才舒服了 已经演过三十遍了 是考虑太多了的事吗 对 就是我在想我这个外形上 怎么跟这个 这个角色到底是 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说是那种 小会会的话 我是不是不能 这么乖 我可以剪一个 分头 就是看起来狠一点的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在你现在 这个头发的基础上 你把它弄得更乱一些 或者是更皮一些 我觉得有需要的话 就剪短吧 你觉得头发剪短 一时半会能剪好吗 不知道呀 我觉得剪短会比较 有那种感觉 你自己是觉得 可以为了这个角色剪的 因为我们现场可能也没有发型师在 你可以帮我问一下 就是 这个角色的感情都是藏在内心深处的 然后通过眼神去悄悄地释放 但是我真正做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 还没有做到多少 你怎么会让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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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剪头发 真的吗 我这个形象肯定不行 你去那边不 你去照镜子不 我调整下去找你 好吧 我感觉黑色的床头发就 太乖了 也不用特别的剪得特别的精细什么的 找一个那个人物的感觉就是 对 反正我觉得不更贴合角色一点 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今天 哇一下就坏起来了 好很多人 我觉得他很拼啊 他把头发都剃了 我都惊呆了 你怎么跟白天长得不一样了 哎你是剪头了吗 他是剪的 他真的剪了 他是真剪了 哎你这个是头套吗 是头套 我不跟我不认他那么敬业 好拼啊 只是为了一个世系把头发剃了 我就是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机会 让自己做的更好 加油哥 老师们好 老师们好 哎你头发都剪了 很草率的剪了几剪刀 还蛮有风格的 哦是因为我们上午说 说你们三个都头发发型一样是吧 然后他又戴了个帽子 好来 两位请回来 糟糕了 我开始矛盾了 那首语是刚学的吗 刚学的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 因为 因为剧目也是随其分的 明德你是有能力表演的 可是刚才 最后那一点 好难受 好纠结 但是最后那个地方我没有看到 其实应该特别难过 但是我一点都没有难过 我觉得那个地方交代的不够很清楚 我早觉得 真不容易的 您听说的 你在后面 就是弟弟被抓之后的那些不够细 前面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短时间去拍一个这样的戏也差不多了 不过你们两个人比较来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警超的演法 因为他除了那首语之外 眼神也掌握得挺好的 可能今天他这个剪头发 什么都是很加分 肢体的那个缘我有看懂 所以他有点坐立不安 他那个脚会偶尔动向 我看到他心里面有一点活动 我觉得是好的 就感觉他俩特别能演 真的 这游戏好难演 能这样那么年轻 我觉得也不错 警超很好啊 让我很意外 这是我需要思考一点 我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商量看你们能不能及格 好 你能不能自己前几遍变好 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前的 麻木确实是 我肯定不及格 肯定不是我正常的状态 就可能状态不太好 反正就是 希望下次可以做到 及格一上吧 我觉得你肯定及格 我觉得警超其实蛮可爱 不是 所以我很矛盾了 刚才警超又表现得挺好 所以我现在又想让警超雷眼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已经选了王枪了 那我要王枪 因为我这个角色没有办法 必须得是有年龄限制 你当然可以犹豫一下 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警超好 不是 但是名额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我现在想选警超我怎么办 你跟我商量啊 换了没关系的 那你们已经通知了 你再叫他跟他说通知 又把你换掉了 就老发生了在这个行业 对啊 常发生的这个行业 选了之后说你不行 老发生了 让他们提前感受 然后有选吗 对 我就选警超嘛 警超演哪个 演弟弟 我会换掉王枪是吧 对 我疯了 我疯了